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有時候我們大魚大肉玩啊 那欸 不過我們今天想吃一道清爽又健康的菜怎麼辦呢 那老師今天教大家為大家帶來這一道高鮮野菇雞肉飯 少許的油 熱鍋一下下 雞肉 放下去 其實我們在做這樣子的野菇料理的時候 常常做的不好吃的原因呢 或者是味道沒有出來 大概就是因為 好啦 我就是想講這個 對 被你搶了 把它雞皮的油整個給逼出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才把菇丟下去 首先你要你的菇好吃 不管中西日式各國都一樣 菇類絕對不能洗 因為一洗過之後 它整個菇類的香氣就很難出來 裡面有香菇 金針菇 你開心 一定要等到它菇類的香氣跑出來之後 你才能夠再加調味料 好 這個雞腿呢 因為待會我們要再煮 所以千萬不要煎得太老 我們現在只要把雞皮煎上色 對 煎脆脆的把它多一個雞油逼出來 來 這樣子就可以囉 好 那我們把米跟水也放在電鍋裡面 菇菇跟雞肉我們就鋪在上面 隨性的鋪一鋪 菇菇雞 菇菇雞 營養的紅蘿蔔 柴魚 醬油 味醂 然後就可以放入電鍋裡面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我們的菇菇炊飯 嗯 整個菇菇的香氣串起來了 好 這樣子的一個菇菇野雞飯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要請菇菇來試吃 對不對 菇菇 製作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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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人的身份剛好是菇菇啊 特寫 真的很好吃 送你們回家可以自己做 雖然本人我不會做 子萱 菇菇下次做這一道給你吃 超好吃 好 請大家不管是不是菇菇還是商品 就要務必回去試試看喔 菇菇做菇菇的雞燉飯 對 煎飯 我不要吃 剛剛吧 欸你們高度差超多的耶 哈哈哈哈 有沒有 是最萌新高差 你要不要倒在他的肩膀 不行 本人已經結婚了 謝謝